你怎麼知道 假暴他們有陰謀呢 東風不敗 怎麼會這麼好想叫人送禮給我 於是我就來以假暴一句一句 後來我看見他 帶了一群人去你那邊 我就帶了早天秋去看看 終於讓我發現 箱裡的傳染毒水戰 你明知道毒水 剛才當在那樣面前 你對我真好 你是恆山派的掌門 不能這麼無規無舉的 無所謂 對了, 我相信普天之下的掌門 以恆山派我這個掌門 最莫名其妙, 不知所謂 你怎麼這麼說 現在連少林武當 都對你勵勁有加 再誰會看不起你呢 不會是為了你師父 逐你出師門的事 僅僅於懷, 妄自彼薄 你現在是恆山派的掌門 已經可以在天下英雄 面前吐氣揚眉 恆山和華三伯應該是齊名的 難道這個恆山派的掌門 及不屬於華三派的弟子嗎 不, 總之我覺得 要我去做尼姑頭, 又尷尬又好笑 不, 今天已經有幾百個英雄好巷 談到你恆山派了 在五和劍派之中論聲勢 只是松山可以跟你比的 說起來, 我還沒謝謝你 謝謝我甚麼 你怕我做尼姑頭 會被天下英雄取笑 你就叫那些手下 加入我恆山派了 要不是你這個姓姑有名 那些放蕩不羈的江湖朋友 怎麼肯加入恆山派和那些尼姑做同盤 現在有他們陪你, 就不怕悶了 我只要你一個陪我 明天我要回到黑木崖了 你要回到黑木崖了 我要幫爹 重複教主之位嘛 我陪你一起去 但是你剛剛自任掌門之位 又幫我扮日如神教的事 似乎不是很好 我不管得那麼多了 你們要去對付東方不敗 一定極之兇險 我怎麼可以讓你一個人犯險 但是爹說過 你不肯入教的話 奪位的事不需要你幫忙的 我雖然不是神教人 但是他說過我不是外人 我不管了 到時候就算你爹要扔我走 我也要厚著臉皮, 賴死不走 婆婆, 我做了一些米餅來給你吃 今天令和大哥 致任掌門第一日就已經發生了那麼多事 幸好最後都逢空化吉 從今天起 他就是我們的掌門師兄 那以後我都可以每天每天見到他了 我是不是很傻 你相信我都知道 在令和大哥的山下邊 就是喜歡小師妹 還有魔戒淫大小姐 但是我真的很想見到他 只要見到令和大哥開心 我也會很開心的了 其實我也知道我身為佛門弟子 是應該六根清靜四大家空的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 為什麼我真的控制不了自己 婆婆, 你告訴我 我應該怎麼做 其實你根本聽不到我說的話 就算是因為你聽不到 我才會跟你說 晚了, 不如我們回去吧 掌門師兄, 那你何時回來 我送了爺爺回哭 後來馬上回來了 啟粉勝夫 所有弟子都齊集在山下 隨時後命出發 那就好了 好了各位, 告辭 請 逐了在行山整個月 都沒試過喝過一頓好酒 給我多喝一杯 好 我聽江湖傳聞 說東方不敗武功是天下第一個 到底是不是 東方不敗是功於心計 至於武功一層我就不清楚了 不過近幾年我也很少見到他 這倒是, 近幾年你都住在洛陽陸竹行 你繼續見他吧 那倒不是, 雖然我在洛陽 但我每年都要上黑毛牙一兩次 不過近幾年我也很少見到他 我懷疑他在苦練葵花寶典 所以他把教宗一切的事物 交給姓楊的小子獨攬大拳 姓楊的小子是甚麼人 說出來整髒了我的口 教宗知情的人絕口不提 現在外邊的人就沒人知道 說來聽聽, 甚麼人 他叫楊連庭, 二十多歲 武功又低又沒有才能 不過近幾年東方不敗這麼重送他 真是莫名其妙 他是東方不敗的男寵 這個好色之徒竟然好藍色 別說他了 也不知道東方不敗搞甚麼鬼 把所有事物交給姓楊我就打理了 搞到教宗, 很多長老被他害死了 總之這個人就抵殺了 仁仁, 你說錯了 大姐, 太叔叔 我們應該多謝楊綿條指教 我幾乎不認得你們 陰教主, 坦大哥, 小兄弟 爹, 為甚麼你和太叔叔會來這裡 向左師和上官人打了一場 後來才知道他已經歸順了 小兄弟, 請進來 參見勝負, 令狐公子 甚麼事? 這聲音是預神教竹拿聯黨致下的信號 管教教主要聽他的信號 就要一起散席 教主有令, 風雷堂長老桃花豪 勾結外敵, 徒謀本教 立即勤立歸彈 如有為抗, 隔殺勿論 你還不是在等待 我不要扮演 對, 他哭了 我不會扮演 我的問題 我要扮演 真的想報道 讓他去 快點 你的在散席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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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殺她的女兒 為甚麼要抓童伯伯 前天我們才見過童伯 東方伯伯這個狗頭 消息真是嚴重 童伯伯以前幫我們 他怎麼肯背叛東方伯伯 我和向兄弟游說了他半天 通陳離開 你猜他怎麼說 他是我們明知道 他和東方伯伯有過命之交 童伯, 還跟他說這種事話 明明看不起他 把他當作出賣朋友的小人 東方伯伯伯雖然受到小人勿弊 做了不少錯事 就算他身敗不斷 他也絕對不會作出半願 對不起東方伯伯的事 還說叫我們殺就殺老 好, 真是好看 既然童伯伯不答應幫我們 東方伯伯怎麼要抓他 這就叫倒行逆屍 像童伯這些中心的好朋友 普天之下 老爸, 還去哪兒找 連童伯這種人 東方伯伯都跟他過不去 我們大事必定可惜 沒錯, 東方伯伯現在觸拿塘巴河 黑木崖邊從天翻地風 我們這時候想崖 真是好時機 上官兄弟, 你的意思怎麼樣 教主千秋萬載, 一統功, 千無不勝, 功募不幸 屬下僅逢領子, 忠心為主, 萬死不辭 什麼千秋萬載, 一統功 爹, 這些是東方伯伯想出來的緩言 可以每一個屬下見到他 就只要說幾句話 上官叔叔只是習慣了 我一時趕不上口聲 原來是這樣 Hello, 北美的朋友 快點追蹤北美TVB USA 官方頻道吧 TVB精彩節目片段 每天更新, 隨時隨地 最貼節目和藝人的消息